有个中文名字就会很好 很有中国特色的 没有这个名字 我觉得我在中国不能产工 为什么我中文名字叫冯海诚呀 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 是一个中文老师给我去的 因为如果我只用我的中文名字呀 大多的中国人都不会想到我是外国人 是一个我的中国朋友帮我去的 我们一起开着四店 慢慢去调一下嘛 我找一个朋友 然后我跟他说 你能不能找到一个 比较像我这样性格的 就是在中国历史的有名的人 因为我很喜欢政治 但是我也喜欢文学 他说那在古代有一个有一个人物就会打仗 但是他也会写诗 那就是草草 观赞海就是这个一首诗 很多人就记住我的名字 我是那个天上星星的星 是我老师给我骑的 他问我我的爱好是什么 我喜欢我平时喜欢做什么什么 然后我跟他说我比较喜欢唱歌跳舞 我是那种算是艺术人 然后他想了想然后跟我骑了这个星星这个名字 因为他希望我能像星星一样发光 就以前我给自己 骑了一个名字叫玉龙 又一次我收到了一份邮件 尊敬的玉龙先生 然后我当时我就 这个中国文化真的不懂 这个名字是不对的 然后最后还是没关系 就安娜 所有中国人都知道安娜 那我就安娜吧 然后就是安娜 中文这么好 还行吧 还会谦虚 中国文化练成的 我都教我的学生 中国人跟你说你的中文很好 我教他们你一定要说 不是不是就差不多 就是还差得很远呢 马 然后帅个的帅 然后这个名字是 因为我刚来中国的时候 因为我第一所学校是山东大学 那个山东大学的老师 取了这个名字给我帅 老师说我真的帅 所以可以了吗帅 是2011年来到中国 然后来到中国以后 开始学中文 如果从心里里面喜欢 那就不难 学好中文 我才能够去了解中国文化 也才能够教中国朋友 也才能够更多的 深入的了解 中国的一些让车和未来 自己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